行政長官 陳偉業議員立即返回座位 陳偉業議員立即座下 行政長官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香港市民 很高興再次來到立法會發言 並且回答議員的提問 香港經濟高度開放 和中國內地、歐洲、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緊密相連 同時香港經濟體積細小 容易出現較大的波動 近日內地和香港股價滑落 很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香港的實體經濟 歐洲方面債務問題前景極不明朗 希臘是否脫離歐元區 目前雖然仍然是未知之數 但無論脫歐與否後遺症的嚴重程度 和波及面都不能忽視 我們對香港經濟面臨的風險 不能掉以輕心 此時此刻 更加不能以為經濟繁榮是必然的 更要上下一心發展經濟 我們要馬上掌握所有可以掌握的機遇 不能挫妥歲月 同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旅遊業走下坡的勢頭 今年1月至5月比較去年同期 訪港遊客的旅客人數下跌3.1% 今年6月對比去年同期 初步數字顯示 總體訪港旅客人數下跌2.9% 內地旅客人數下跌1.8% 其他旅客人數下跌6.3%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 為大量的基層和低技術市民提供就業機會 旅遊業響起警號 我們更要反思 並且必須防止香港作為旅遊城市的聲譽進一步受損 要改善民生 香港必須有經濟增長 必須維持高就業率 集中力量避免經濟受損 盡快做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工作 對政府和立法會來說 都已經不是口號 而是迫切的工作需要 更是市民的期望 政府和立法會各位議員都有責任 助言起行付諸行動 香港經濟面臨不少挑戰的同事 也都有重大的機遇 我們必須掌握好這些機遇 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享有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 比起外國城市我們有一國的優勢 比起中國內地城市我們有兩制的優勢 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 亞投行的成立等 都為香港帶來重大機遇 香港要將機遇轉化成為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成果 必須加強競爭力 更重要的是 減少內部阻力 放低無憂無止 以議不決的爭拗 否則無法應對其他經濟體的競爭 如果經濟發展受損 最終受害的是香港市民 尤其是剛畢業的青年人 基層市民和中產人士 本屆政府上任三年 當中二十個月花了大量精力 爭取在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政府團隊 尤其是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 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以至其他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同事 為了普選長時間牢碌奔波 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 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合法、合情、合理、具體 是在社會上得到最大共識的一個方案 也是最有機會取得 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議員投票支持的方案 可惜這個方案不獲 立法會通過 香港五百萬合資格的選民 無法在2017年 以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政改被否決的第二天 可宣布特區政府會請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優先審議十一項 關乎經濟及民生的撥款申請 其後再審議已經有三年歷史 關於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對特區政府的上述舉措 廣大市民都希望得到立法會議員的積極回應 希望立法會議員以正常的手法審議和表決 希望行政和立法關係可以進入良性互動的正軌 可惜的是過去兩個星期 拉布的議員繼續拉布 姑息拉布的議員繼續姑息拉布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將我每年的施政報告建議逐步落實 特區政府的所有主張都在立法會的議事廳內外 向立法會議員詳細交代 接受立法會的質詢 並且願意接受立法會的表決結果 但任何政府都不能受制於少數議員的拉布行為 任何社會都不能姑息拉布行為 拉布的本質是拖延表決、妨礙表決 拉布的後果是拖慢社會和經濟發展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議案已經被拉布拖延了三年 過去三年政府已經無數次向立法會作解釋說明 任何香港市民都不會相信 經過三年的討論 政府仍然沒有充分回應立法會議員的提問 上個月的三日 立法會已經通過為成立創新的科技局 轉移相關法定職能的決議 現在只剩下要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 由於有議員表示仍然需要政府在財務委員會解答問題 政府亦都表示願意配合 因此特區政府請財務委員會主席加開會議 拉布的其中一個明顯影響是公務工程造價上升 由於財委委會審議進度緩慢 上一立法年度積壓的27個項目 平均被延遍超過6個月 工程造價亦都因為建造價格上升 而上升了25億元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根據《基本法》各施其職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行政和立法機關的關係 政改爭議過一段落 特區政府希望和立法會和社會上持不同政見的朋友 有一個新的積極的合作關係 香港需要重新出發 需要集中力量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多謝主席 歡迎各位議員提問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保持縮靜 如果你違反議事規則 我要求你離開會議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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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警告你了 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 李慧琼議員 主席 行政長官 現在香港已經正式進入後政改時期 正如剛才你說 你多次說未來的施政重點 會起經濟和民生事項 民生無小事 其實市民關心的 除了是樓房價格高企 安老服務做得不夠之外 都非常非常關心市容整潔 街道公共衛生 尤其是夏天 大家都擔心傳染病 漫延得比較厲害 我們都收到大量市民投訴 區議員反映 過去一段長時間 街道清潔是做得不好的 街道是髒了 要求我們督促特區政府 搞好衛生 做好清潔 從基本工做起 我們民建聯 過去短短一個星期 在全港透過我們網絡 發動衛生黑點大搜查 已經找到70個衛生黑點 大家看看這些照片 行政長官 各位官員 各位媒介的朋友 相信在社區 真的不難去找到 天台 街道 街市 都有大量的衛生黑點 過去政府確實 有推動短期的清潔行動 但是只是短期 而且工作不持久 我們看到為何街道是髒了 就是因為政府在外判清潔合約的時候 以價低者得作為最主要考慮 洪廷議員請提出你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行政長官回應的會不會由這個基本工做起 全面檢討去批這些外判清潔合約的招標過程 確保服務質素作為一個重要考慮 另外就是會不會立即推動全港性的清潔行動 令到市民的衛生意識提高 街道可以得到潔症 鄧政長官 主席我們在公共地方和公共衛生設施的整潔和衛生的問題上 確實是存在黑點的 多謝李慧琼議員和民建聯的朋友 做了一個全港的全面性的調查 和指出這些黑點所在的地方 我們坐車在大小的馬路走 或者我們走路去到香港的街道 尤其是後巷 過去比較整潔的地方 現在在衛生和整潔的問題上 是出現固態伏盟的情況 不少的政府公廁裡面的衛生情況 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所以特區政府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這個確實是民生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我們一方面是希望香港市民能夠有公德心 不要隨著拋垃圾 有些地方我們看到 比如在紅綠燈或者比較塞車的位置 旁邊的馬路邊 或者一些綠化地 花燭等等 我們看到不少的 比如發布膠盒 飲品的罐盒 以至到煙包煙頭等等 所以其實這些垃圾的存在不是必然的 希望市民能夠做到愛護香港 不要隨處拋垃圾 但已經存在的問題我們是要去清理的 所以民建聯在上個星期 公佈全港性的調查和計劃 和特區政府的關注是一致的 事實上政府司司長已經牽頭 帶領各個相關的決策局和政府部門 準備在下個月 即是8月和9月 推出我們連這個行動計劃的名字都有 叫做全城清潔2015 at 家事香港 全城清潔2015 at 家事香港這個運動 透過一個跨界別和全民參與的形式 凝聚各方的力量 一方面我們要去清理 另一方面希望大家能夠關顧香港的清潔衛生 至於一些外判合約的問題 我們是要檢討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做到行工量值那一點 政府無論是以什麼費用 批這些外判合約出去 政府都希望有關的承包商能夠做到市民要求 政府和他們提供的一個服務水平 李維琳議員 是 感謝行政長官都同意市民和很多區議員的觀察 現在街道是髒了 我們需要有一個全城清潔大行動 我想問行政長官這個大行動是會不會可以持續下去呢 因為清潔不是短時間的 而且覆蓋的範圍是否不只是街道呢 因為我們觀察天台、海面垃圾、公廁 其他地方其實都出現這些不理想的情況 李維琳議員主席提到的那個海的問題 我注意到最近有一個環保組織 其實都公佈了一個調查結果 就說在海底很多垃圾 基本上都是本港產生的垃圾 並不是海洋垃圾漂流到香港 我們一定要多個觀察一下去做 希望並不是一次性地在短時間裏面取出一些效果 而這個效果是有持續性的 政府會繼續關注這件事 但是我都要在這裡呼籲 希望全港七百萬香港市民都能夠愛護香港 不要亂拋垃圾 無論是在陸地上海面那裡 使用一些公共衛生設施的時候 都希望盡量能夠做好自己的 有關清潔方面的注意工作 郭榮鏗議員 謝謝主席 特首你剛才提到行政和立法關係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 你認為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是沒有問題 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 我認為這個觀點的看法是非常獨到 沒錯,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是沒有問題 只不過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我相信如果今天站在你那個位置的人 不是你本人 是其他人 說是我們的林鄭月娥司長 或者是剛剛和習近平握手的曾俊華司長 甚至是我們主席也好 這幾個人無論說辦事能力 溝通能力和政治智慧都比你高 主席我的問題是 其實如果你真是為了香港好 如果你真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你能不能夠在這裏承諾 2017不會再國族 特首一席 行政長官 請議員保持縮席 請議員保持縮席 請議員縮席 請議員縮席 主席 真是要請你裁決陳偉業議員的行為 過去那15分鐘他的行為 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 如果你再不守規則 我就要求你離開會議廳 你當其他議員提問 或者行政長官答問的時候 你不要將你的標語牌 在這個會議廳裏面 不斷揮動 影響了我和其他議員的注意力 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 如果你安靜 坐在那個位置那裏 聽其他議員和行政長官的說話 你就會聽到的 請議員 保持縮席 遵守紀律 對不起 行政長官請你繼續 梁國雄議員 我已經警告過你 如果你再是不守規矩 隨便起床 說話的話 下一次 我就會要求你離開會議廳 立即坐下 梁國雄議員 請請來自行政長官 請來自行政長官 請來自行政長官 請大家不要再打斷這個會議的進程 鄧政長官 主席,在我回答郭榮鏗議員的提問之前 我必須要說 這幾天外圍經濟風大雨大 今日和立法會議員在一起 我相信香港市民期望我們做的 就是大家怎樣可以商量香港的經濟發展 改善民生的政策和舉措 但是大家在過去十幾分鐘看到的 就是這個議事廳裏面的 我們的秩序問題 我現在回答郭榮鏗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立即停止發言 主席,我現在回答郭榮鏗議員的問題 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既是特區的首長 也都是行政機關的首長 因此行政長官是行政機關的一部分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沒有問題 亦都代表了行政機關包括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關係沒有問題 我是第四任行政長官第三個擔任行政長官的人 我前兩任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也都有種種的關係 董建華先生是我們的第一任行政長官 董先生為人謙厚 但是在董先生任內 立法會的部分的立法會議員 怎樣看待他們和董先生的關係 大家如果在那時已經有從政的經驗的話 一定清楚 當時一個大的泛民大黨的主席 在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報紙寫的標題就是董建華政權是我們這個黨的頭號敵人 所以這個並不是人的問題 更加不是行政長官的問題 更加不是本人的問題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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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同事可以順利進行這個會議 聽到行政長官的答問 多謝主席 議員請問 葉保興宣議員 剛才大家看到不斷地被這個滋擾會議 我希望主席能夠周行規程裡的第45個會議 主席規程問題 我留意到你已經說了最後警告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在你最後警告之後仍然違規 請你執行你的裁決 議員的表現市民是一直看著的 剛才行政長官已經說了 在這次答問會社會是有期望 議員的表現我相信是令市民失望的 我剛才已經對梁國雄議員作出最後的警告 但我剛才未有聽到 我認為梁國雄議員是再違反議事規則 梁國雄議員 如果你再坐在你的位置裡面 大聲呼叫的話 我就會立即要求你離開會議廳 希望議員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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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最後警告 如果再不守規矩 你要立即離開會議廳 各位議員 我是負責按議事規則主持會議的 不需要大家提我規程問題 請大家不要再打斷行政長官的發言 大家在電視機前面還表演不夠嗎 行政長官 對不起 請你繼續發言 我回答了郭榮克議員的提問 郭榮克議員 主席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問的問題是很難答 所以紛紛這麼多建制派議員提規程問題 幫忙拉布 賣時間 但是我問的問題是很簡單 就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如果你認為你個人是仍然沒有問題的話 我懷疑你究竟是不是在香港住 我再問你一次 你能否承諾2017不會繼續 國族行政長官一席 主席郭榮克議員的問題的前設 一 不符合基本法 第二 他的前設也不符合香港過去18年的政治現實 因此他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林健鋒議員 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 立即離開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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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郭榮克議員 主席郭榮克議員 梁國雄議員 立即離開會議 會議暫停 我再次呼籲各位議員 大家一起維護議會的尊嚴 也都維護市民 通過我們的公開會議 由行政長官向議員的答問 了解政府的最新的一些政策的意向 不要剝奪市民這個權利 林健鋒議員 謝謝主席 特首 隨著內地經濟起飛 香港股票市場 也都受惠於內地的金融改革 為我們帶來了不少的商機 但是近日 我們香港的股市 一輪暴跌 國內的股票市場 也都是一樣 證明了 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市場 是存著差異的 我們非常之關注 張華峰議員都跟我談了很多次 也都提出了一些意見 我們看到香港股市近日雖然出現了大跌市 昨天單日曾一度下跌超過二千點 點數是歷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但是我們經歷過多次的 包括七三年股災 八七年的停市四日的股災 以至之後幾次的金融風暴 令到我們建立了良好的監管制度 還有 我們的一班 有經歷過不少風浪和考驗 新經百戰的券商 香港股民也都是表現成熟的 冷靜的 市場秩序也都是井然 雖然是有一些恐慌性的拋售 但是我們的市場是沒有混亂的 這些是證明了我們市場質素的優越 的確是表現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 林議員請你提出你的問題 我想問一問特首 我們跟內地怎樣可以加強金融合作 同時呢 亦都怎樣可以將我們這一套優良的管理制度 在內地加以推廣 優化內地金融市場的發展 同時更加鞏固 我們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這個角色和地位 陳建長官 主席正如林健鋒議員剛才說 香港是有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 包括一個成熟的股票市場 我們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 整個制度它的監管系統 包括有關的法規政策和日常的措施 都是相當完善的 過去那幾天的跌市 雖然我們不想見到有股市的波動 但是也都說明香港的金融市場 無論是制度、法規、政策和措施 都是通過測試的 香港在這方面有這樣的實力 我們可以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繼續發展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同時我們也可以為國內的金融市場 包括股票市場 進一步的發展、進一步的完善 可以提供我們的技術和經驗 具體的做法 大家知道在十二五規劃下 有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很短但是十分重要 國家是支持香港 巩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貿易 行運中心地位 在十三五規劃當中 我們也都和中央有關的部門 在商討中 如何香港能繼續發揮這方面的功能 在整個市場金融系統方面 在香港可以做的事情 確實上是相當多 都不是只有1993年 青島啤酒第一次來香港 作為內地企業第一次來香港上市 包括譬如說 大家都耳熟能長 我們作為離岸的人民幣中心 我們作為一個資產管理中心等等 所以所有這些經驗和技術 我們都可以和內地分享 林議員 主席 特首 正正由於內地和香港兩地市場有差異 經過這次內地股市暴跌之後 很多人都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兩地金融改革方面的合作 以至深港通的開通時間表 我想問一問特首 對於深港通可以在今年內開通 是否仍然有信心 還是有些地方需要調整一下的呢 我們會繼續和中央有關部門爭取 預期開通深港通 互港通和基金互認 作為香港和內地在金融市場方面的互聯互通 那兩個重要的舉措呢 即使在過去那幾天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機制是完善的 下去如果今次的跌市顯示出 內地的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市場 有些地方需要進一步完善的話 我相信我們有關的部門有關的機構 會和中央和內地有關的部門和機構 進一步合相 胡志偉議員 胡志偉議員 梁先生 近年樓宇維修 面對嚴峻的遺標問題 根據近日一宗 涉及沙田一個屋苑的維修 遺標的貪污事件 案情是指工程公司是涉嫌 向他人提供賄款高達四千五百萬 根據民間組織 全港核業主反貪腐 反遺標大聯盟的資料 每年涉及的大廈維修工程金額 是估計超過二百億 當中因為遺標所造成的業主損失 更加無可估算 我的問題是 大聯盟和測量私學會 都建議成立樓宇維修監管局 去確保樓宇維修工程質素 規管行業的操守 和為事業主提供專業支援 立法會在早前亦通過有關動議 我想問問 鑑於樓宇維修是實在重大的是社會利益 你既然只要重視民生的問題 你會不會在這裡承諾 設立樓宇維修監管局 並且提供中短期的措施打擊遺標 具體的措施是甚麼 可否說一說 主席 主席具體的措施有四個方面 遺標的問題 特區政府和本人十分重視 案件的內容當然不能夠說 但最近一件比較大的案件 廉政專員親自向我當面做了一個報告 說明特區政府和本人對有關問題的重視程度 這四個方面是甚麼呢 首先我們要讓業主 尤其是法團 他知道 他做一些尤其是大型的維修工程的時候 有關的技術問題 法律問題 以及那個 主席是不是有人要說話 請繼續 讓有關的業主或是業主冷法團 是知道相關的技術和法律問題的 因為很多私人大廈的業主 他不一定經常有這方面的工程要做 所以往往他做一些大型維修工程 他是沒有一方面的經驗 所以事件局防協等等這些相關機構和專業團體 會為一些進行維修的大廈業主 提供專業諮詢和支援服務 所以在這裡也可以趁機會賦予一下 有需要做維修的大廈業主 可以徵詢這些相關機構和專業團體的意見 使得他們可以提高對工程和整個維修市場的認識 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提升投標的公平性和競爭性 減少維標的機會 防協和事件局在前年為樓宇更生大行動 推出一個新的招標安排 這個大家都可以參考 這個招標安排是什麼 基本上它的流程是免受干預的一個這樣的招標平台 使得投標者的身份不會被洩露 保證過投標的程序是公平公正和有競爭性的 第三方面就是防貪 這個就是和廉政公署的很多工作一樣 就是要做好有關的宣傳教育 這也是前年的事 前年年底 廉署推出了新版的流月維修的實務指南 都不只是一般的講解法律的問題 有一個實務指南 有關的業主和法團可以進一步認識 廉署還有一些探訪講座和研討會 現場和大家講解 第四方面也是重要的 就是執法行動 所以我剛才也講過 為什麼廉署和我本人對那件案件十分重視 除了廉署之外 警方也都會積極跟進和調查所有的投訴 至於設立一個局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短期可以解決的問題 這個局它具體的權力和職責範圍怎麼樣 它的資源的配置怎麼樣 好坦白說 我們在三年前 我們有個政府總部改組的一個計劃 設一個文化局 設一個創新加科技局 文化局現在很明顯就不成事了 創新加科技局到現在 雖然我們每年的財務開始不高 但是在立法會已經是三年的時間 導演了被成立 我們不能夠等 所以我看最好的都是繼續做 剛才那四個方面的工作 胡志偉議員 梁先生 其實遺標是重大的民生和公眾利益 而且立法會已經有共識 已經通過了有關的議案 就是要求政府正式遺標的問題 亦同意設立這個樓宇維修監管局這個方向 但是你卻慢慢研究 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你的研究 研究到什麼時候 亦都想問一下 剛才你所說的所有四項的方向 其實都是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如果這樣的工作手段 能夠應付到集團式的遺標的話 那就不用我問這個問題了 我想問一下 其實特首你有沒有想過 提供資源給市建局 直接提供應可人士 為大廈維修提供維修顧問的服務 這樣才是直接應對相關的問題 都是短期可以執行的措施 多謝主席 主席 如果胡志偉議員 對我們可以在短期內成立一個局 有信心的話 請他盡快支持我們成立 已經推動了三年的創新及科技局 眼前我們的工作 是要繼續做好剛才講的四個方面的工作 我們十分重視遺標的問題 遺標的問題 不只是造成業主的經濟損失 遺標的問題是一個貪污的 舞弊的合圍 是一個犯法的合圍 因此特區政府重視 我們會繼續打擊和防範出現遺標的情況 黃國健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特首曾經說過 在這個政改方案否決之後 社會就應該是優養生息 停止一些政治爭論 集中精神推動經濟和民生的政策 我們也看到特首在然起行 他在財委會也將十一行的 有關民生的政策調前了 可惜得不到善意回應 但是要推動經濟和民生政策 這裏反映到 是必須政府得到立法會的同事的合作 但是現在在立法會裏面 還有部分的泛民議員 還是堅持不合作的態度拉布的話 我想問問特首 你有什麼辦法 在現在部分泛民議員 繼續不合作拉布的情況下 你如何推動民生和經濟政策的落實 鄧政長官 主席我看過去一兩年 我們的經驗是很清楚的 我本人特區政府向全社會負責 立法會作為一個整體 和立法會議員作為個人 都為向全社會負責 正如剛才主席所說的 在今天議事聽所發生的一切 香港市民是聽到看到的 我相信如果立法會裏面有議員 他們是用一些不合理的方式去阻礙整個立法會 他們的審議 如果他們同意 又通過 特區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議 議案主張等等 香港市民是心中有數 過去一兩年 經驗很清楚 到最後幫我們解決問題的 都還是輿論民情民意 王國建議員 王國建議員 特首 我相信你這個良好願望 如果沒有泛民議員的合作 只不過是一廂情願 不過我想再問 有關民生的政策 打工仔相對最關心就是它的福利 特首在強積金取消對沖機制 和兩個假期統一 就是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統一方面 政府何時會落實 推動這些對打工仔來說 最重要的民生政策呢 鄧政長官 主席 我們很希望 在三個禮拜前 結束的那場政改工作之後 接下來的兩年 我們真的能夠和立法會一起 集中力量 用好我們的時間 就不單止剛才說的那兩問題 和其他的民生問題 我們是共同商議 將有關的工作 盡量和盡早做好 在這裡再向各位立法會員報告一下 本屆特區政府上任三年 其中至少二十個月 我本人和政府的高層 包括但不是限於我們的政改三人組 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 雖然我們很大力推動 我們每個人都想 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但到最後不成事 所以我們這兩年真的要做好民生和經濟工作 希望在這兩年的時間裡 我們不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干擾妨礙 我們可以盡快做好我們需要做好工作 莫乃光議員 主席梁靖先生 你的創科顧問和商經局局長 近來都有接觸一些議員 對於他們去解釋這些政策和發展機會 開始有些溝通 這個是值得讚賞的 反對的議員都已經說 遲些你一定過到局了 但是談得好地地 梁先生你就突然之間跳出來 就是一夜要加5天28個小時的會 明明正在轉綠燈 你就和他轉回去紅燈 其實就把之前的交流 就全部是炒和了 你現在挖出來的這個局 就是挑釁立法會議員去跳下去 哄別人去還手 我當然就不贊成去有任何的拖延 因為這樣就會是中了你的計 但我也都希望市民看清楚這個情況 因為今天梁先生說過幾次 就是說爭取創科局是三年 這個是誤導來的 我三年前是要求你成立的是科技工 2014年1月你才在施政報告那裡提出 是18個月前 2014年4月你交文件上來立法會 是15個月前 所以其實是你拖延了18個月 才開展這項的工作 依然界政府是拖延了18個月 才開展這項工作 所以主席我的問題是 其實開展這個創科局和那個工作 是需要有規劃藍圖的 工作長遠的 但是可以盡快 應該要盡快去做 但是現在有三樣的創科的政策 其實是現在你立刻就應該可以去做的 也都有業界人士是托我去問你 你會不會做這三件事 第一就是依據法庭的判決 取消上訴 行會重新審視港市 申請牌照的決定 再根據一貫的電訊政策 發牌給港市 第二 政府增加採購本地出產的 創新及科技產品和服務 第三 政府停止歧視二千多個 透過中介公司聘用的IT合約員工 他們的同工不同酬情況 而改善的形象 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 我的問題是 政府會不會做這三件 真是關於創新科技的民生問題 令到政府可以立即去解決 我們業界和社會面對的問題 而不是只是玩政治手段 然後做不到事 甚麼都做不到 就賴回立法會 大政長官 主席 莫乃光議員作為 資訊科技界的議員 資訊科技界的民議代表 他應該知道給我清楚和全面 但是 創新及科技局 資訊之意 我還是後任行政長官的時候 作為政府總部改組的一部分 已經提出來了 當時是被上一屆 立法會 拉布 拉死的 莫乃光議員 所以並不是說 你剛才所說的 只不過是近期的事 這件事確實 已經是拖拖拉拉 三年時間的了 我們是需要不失時基地 作為行政機關 提出一些需要 立法會審議和通過的事項 也都希望立法會能夠不適時基地 審議 如果大家審議完畢的話 就看投票結果 如果是多數人支持的 就通過 少數人支持的 就否決 所以我們雙方都需要不失時基地去做 絕對沒有壞一個政治陷阱 設一個新的局 這個是社會 尤其是業界的共識 我最近都和很多科技界 包括諮詢科技界 莫乃光議員的選民 就這個問題溝通 大家都表現得很心急 覺得三年時間確實是太長了 整個創新的科技局 聽說還有一些立法會議員 他們還有一些問題未問 既然有問題未問 就應該開會 因此我們提出 請財務委員會主席 再召開會議 就是這麼簡單 有人一方面說有問題未問 政府未回答所有問題 首先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但同時既然有問題未問 但又反對交會 這個邏輯是甚麼邏輯道理 是甚麼道理 這個都要向業界 和公眾人線交代清楚 我們成立創新的科技局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將現在商務及經濟局 所負責的 所負責的 和創新及科技工作有關的部門 將它轉給一個新的局 由一個新的局長 以及領導班子 去帶領這些部門去做事 使得我們那個商務及經濟局 包括他們的局長 可以更加集中他的精力和時間 為香港做好我們的經濟發展 這個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在今天來講 外面的經濟問題 我看還會發展一段時間 但是大家心中有數 今次發生在外面的 和金融有關 和債務有關的事 不是小事 香港的經濟恐怕 很有可能 或多或少受損 影響到香港人的收入 影響到香港人的就業 我們的商務和經濟部門 是需要集中全力去做事 大家如果看報紙看到 我們的商務及經濟局局長 只是跑外邊跑多少時間 我們現在和十個東盟國家 一個一個去談 我們和他們的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和內地在討論 SEPA、十三、五等等 這些都是商務及經濟局的工作 但是同時 它還要去兼顧創新及科技的問題 是不是時候我們把創新及科技的工作 在這個商務及經濟局裏面 拿出來交給一個新的局去做 一個小的局去做 我們都不需要很多錢 我們不是成立新的儲級的部門 我們只不過是新的局 多個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 和相關的開支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還需要去等 放幾個月假回來再談 既然有問題未問 政府未聽說 未答清楚大家 大家還未滿意 那就開會吧 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的問題 港市的問題 我們已經答過很多次 今次在這裡也不是第一次答 這個是法律問題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法庭上次的裁決 有些法律觀點 我們覺得通過這個上訴的程序 是可以釐清的 至於莫乃光議題的第三個問題 不應該行政長官答 通過了創新及科技局 應該由創新及科技局長答這個問題 何麗光議員 主席 特首我成立這個局 或者是推動這個行業 我比你更緊張 但是的確是2012年7月 至2014年1月中間是有18個月的 不過我不說這樣了 剛才我對行政長官你回答 後面那三個要求的答案 真是令人非常失望 就好像成立了局局 就什麽問題都會解決 不成立局局 你就什麽都不可以做 我真是想再問你一次 無論局局成立不成立得到 我當然希望快些做到 但是即使如果未做到 是不是就是今天的官能力 去可以處理這些問題呢 或者就是你講港市這個問題裡面 你說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是你啟動的嘛 你不上訴 你只要回去行會就可以發牌的了 這個簡直就是 我希望行政長官你考慮一下 再回答這三個工作 你是不是可以馬上展開 而不是把所有的責任 賴回立法會 不通過這個局 行政長官 主席有關港市的官司的問題 裡面有一些法律觀點 我們要求上訴法庭是澄清的 因為這個不只是影響港市發牌的問題 還有其他方面的影響 就是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的問題 莫乃光議員剛才她說她說她關心過我 但是我在外邊接觸的創新及科技界人士 尤其是資訊及科技界人士 她們認為莫乃光議員在這個問題上 她未能夠反映業界的看法 未能夠維護業界的利益 只不過 請議員 請議員不要坐在座位裏面發言 只不過是堅持 泛民的立場被捆綁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 莫乃光議員如果她真的關心業界的話 她應該執行業界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清楚的共識 就是公開地 好不合乎地 支持盡快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至少支持我們加開財委會的會議 使得如果莫乃光議員仍然有一些未聞的問題 未得到滿意答案的答案的話 請她在會上提問 報了要發言的方剛議員不在席 我請梁志祥議員提問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 曾經何時港鐵是市民十分欣賞的公共交通機構 但是近年市民對港鐵的評價是每況愈下 我相信行政長官你都知道 市民對港鐵最大的批評就是 價就識價 錢就識賺 但是服務就差 經常都壞車 行政長官 政府無論在港鐵的大股東身份 還是市民監督港鐵服務的代表身份 在面對市民對港鐵的不滿的時候 你會否要求政府和港鐵的董事局 應該立即就住票價調整機制 服務表現 以至管理層的問責事宜等 進行全面的檢討 整頓港鐵公司 還市民一間享負盛名的鐵路公司呢 行政長官 主席我們的公共交通系統 是十分倚重我們的鐵路的 這個當然包括港鐵的服務 下去我們仍有很多新的鐵路工程要做 所以剛才梁志祥議員提的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服務質素的問題 第二就是票價機制的問題 特區政府無論是監管機構作為政府 或者作為港鐵的大股東 我們都是十分之關心的 港鐵那個整體的服務表現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如果你看那個國際都市鐵路聯會 英文叫community of metros 他們那個標竿比較呢 在列車營運安全性和列車可靠性這兩方面呢 他們的表現呢 他們是平為卓越的 在十六個大型的都市鐵路系統當中呢 是排前三名的 如果你看這些營運數字 我相信梁志祥議員反映一部分市民的意見 就是講最近有一些營運的事故 直到前兩個月 即是2015年的五月份 港鐵網絡有53宗 屬於港鐵公司控制繁文內的因素 8分鐘以上的服務營運 比過去兩年同期是為少的 31分鐘或者以上的事故呢 就有3宗 比去年同期的7宗呢 是為少的 那當然我們都跟鐵路公司講 他們不能夠掉以輕心 不能夠說這些數字比過去好 就以為呢 每一個乘客都滿意 他們應該呢 是正一求正做好他們的工作 就政府的監管來說呢 我們增撥資源 大幅增加 機電工程處的人手 維持對港鐵服務的有效監管 所以這個工作呢 我們會繼續做 加大力度去做 至於票價調整機制呢 大家知道我們是一個 直接驅動的方式 來作為調整的 2015年的票價 按2013年的票價 調整機制檢討之後 制定的加幅是4.3%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知道港鐵公司 我們都鼓勵它做的 就是做一些車費推廣計劃等等 提供一些優惠給長者 小同合資格學生和產生人士等等 所以兩個工作我們都要做 但是我們在考慮那個票價問題的時候 也都要知道 如果我們要長遠持續地 為香港社會提供好的鐵路服務的話 有一定的成本 它是一間上市公司 它也都需要一定的 在這個財政上的回報 所以兩個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要做好 要平衡好 梁志祥議員 主席 行政長官 其實鐵路的服務 很多時候都會在最繁忙的時間 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好像現在西鐵一樣 基本上在繁忙時間 上車都很困難 我想知道行政長官在這方面 會不會指示運防局 對這個西鐵的服務 特別是上車有困難的監管上面 出多點力呢 月台的擠兵 不單止是乘客的方便 或者舒適的問題 有些時候 還可能會出現安全的隱患等等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十分關注 尤其是我們有新的鐵路 要啟用之後 會不會在某些 比較受歡迎的轉乘站 出現呢 那個乘客人數過多的問題 這個我們十分關注的 不單止是現在 車站包括轉乘站出現的問題 日後呢 某些站通車之後 至少在短暫時 時間裏面 出現這些問題 更加要防範 梁君彥議員 多謝主席 政改被否決之後呢 其實香港是需要休養生息的 那大家應該要放下政治歧見 和預合這個社會的裂行 對於行政長官提出是要關注 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呢 我們是認同的 但是要令到政策得以推動 施政暢順呢 要是維持有健康的行政立法關係 是重中之重的 特首你早前呢 已經提出了 建立了 新型的合作關係 也都答應了 我們的建議 將那些民生議題呢 在財委會優先 拿了出來的 這些我們都歡迎 但是在餘下任期的兩年 你任期的兩年 你會否盡最大的努力去修補行政立法關係 為香港的政局去尋找一些突破 也都帶領我們擺脫一個內耗的困局 主席我們一直都十分關心和重視 行政和立法關係 我們會根據基本法 給行政機關的權力和責任 根據基本法比立法會的權力和責任 處理好我們的關係裡面的問題 我和特區政府完全不介意 在議會裡面被質詢 之前要做很多的工作 之後呢 還要有很多的跟進工作要做 這全部是我們職責一部分 但是大家在過去不止三年 實際上我上任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有官員在立法會發言的時候 當立法會還在舊大樓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有立法會員扔東西 已經有圈話這樣的情況 所以出現這些不符合香港市民期望的 也都不符合一個現代文明社會議會的文化和秩序的情況呢 肯定不是在我們這一屆政府任內發生的 第一個物件 第一個議員訂出來 不是我上任之後的事 但是即使如此呢 我們仍然是重視這個關係 正如我剛才所說 來到立法會 我們有一個主張 有一個動議 請大家審議 請大家通過 大家不通過 這是我們接受的 這是我們民主程序的一部分 但是呢 那件事本來可以通過的 用一些 譬如說拉布的手段 來拖延特區政府的施政 拖延了特區政府給市民的承諾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接受的 而拉布的動作 也都不是我們一屆政府上任之後才有的 所以我看香港市民 可能很多年前看到立法會裡面一些 嚴肯 包括拉布 覺得比較新鮮 縮合肩膊 笑一下算數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 香港市民對於這些嚴肯 深惡痛絕 所以我看市民關心這些問題 立法會議員就會關心這些問題 楊君議員 特首最近都拿出橄欖枝出來 跟這個泛民議員也都約見他們不同的意見 去大家去談 但是可惜呢 就沒有善意的回應 那你會不會繼續去跟 國議員 黨派包括泛民議員 繼續去 聊天或者去溝通 而是令到你的施政 你解釋你的施政的理念 你需要什麼 也都吸納他們的意見 那令到施政呢 是繼續可以暢順一點 一定會 事實上 我最近提出說想和立法會裡面各個黨派 包括泛民黨派的議員見面 我覺得初步是得到善意的回應的 至少不會像以前那樣就杯葛 不合作運動 你提出要見我就不見 下去我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至少我們提出想見泛民黨派的議員 至今 希望 希望 將來都不會 至今沒有人不見 大家見面的時候 有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觀點 我覺得在政治上是正常的 我們可以見面 可以吃飯 可以吃早餐 可以在禮賓府 可以在總部辦公室 吃早餐的時候 如果有某位泛民議員過去都試過 就說你當日安排的早餐 是中式 我要吃 腸仔 雙蛋 一樣可以 我們一定會做 所以下去 我們用多種多樣的方式 基本上我們希望可以和立法會各方面的議員 最大程度的合作 無論哪個哪個黨派 泛民過去提出過 他雖然現在沒有說我收回 提出不合作運動 我本人特區政府從來沒有用過不合作的三個字 我們要求兩個字就是合作 謝偉俊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剛才行政長官就形容我們現在正在處於風大雨大的環境之中 的確無論從經濟角度看 從真正天氣角度看 的確我們是陰霾滿步的 但是總的來說 就是危裡面一定有機的 也禍中有福 只要我們沉著應戰就可以 那這一方面 主席我們早前在6月10號的辯論裡面 關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面對的新挑戰的辯論裡面 我都曾經提及過兩個建議 一個就是說 盡量向中央政府爭取 在香港 是作為這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即是亞投行的一個不單止是地區的總部 甚至可以說是雙總部 以製造大量的機構 57個國家可以在香港建立它的機構 和它們的附屬機構 將它們的交投結算在香港進行 大量的工作可以給到香港的言情人朋友 而也考慮到上海本身已經是亞洲金磚五角銀行的總部在上海了 香港是絕對沒有理由不可以爭取到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位置的 另一方面 香港作為一個投資債券的中心 包括是用港幣也好 人民幣也好 作法債券 是充分利用現在的資金缺口 大約是五萬億港元的基建設施的需要 主席我理解到 財政司初步都有反應到說 將爭取香港作為一個總部的其中一部 請提出你的問題 我想問的特首就是 究竟現在面對這樣的挑戰上 我們見到今次 國內無論是從官方也好 從民間也好 他們的投資的態度 機制都是非常不成熟的 對香港來說可以說是禍中藏覆的 當局怎樣看這個機遇呢 怎樣看我們有什麼困難呢 怎樣會爭取到這樣的可能性 主席中央是十分清楚 香港作為一個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 作為國際的中國金融中心的優勢 這一點中央十分清楚 我們特區政府包括我本人 還有有關的部門負責人都經常在中央的層面 向中央領導人不斷加強這個信息 我看我們在亞投行的設置和營運過程當中 我們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可以做 一方面可以為國家設立亞投行 這件事上面做一些貢獻 但同時也可以進一步鞏固和提升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剛才謝議員提出的 包括雙總部等等這些概念 我們都跟中央探渡過 我們會繼續爭取 我們認為香港至少在一方面 雖然是一方面 但因為亞投行這個動作很大 這個方面對我們來說 的意義都是十分大的 就是在庫務管理方面 Treasury Functions 香港方面的優勢是很突出的 但是我們在推介香港 不單是向國家 還有亞投行的其他成員 經濟體 推介香港的同時 我們除了說優點之外 我們都要避免 避我們的競爭對手 拿香港的一些缺點出來 和香港競爭 他們在亞投行的成立 和營運當中 他們想分享到的一些業務 譬如說去年那場佔中運動 本來就說要佔領金融中心 要癱瘓中環 後來就是金鐘那些地方 出現問題比較大 這個對香港在國家層面也好 在國際層面也好 爭取分擔分享亞投行的一些業務 是絕對沒有幫助的 另外譬如我們土地的問題 我們土地不足就造成住宅 包括質量比較好的住宅單位的租金櫃 樓價櫃 我們寫字樓租金櫃 現在你要在我們傳統的金融中心區 建一座大樓 譬如是亞投行的 一個商總部之一也好 或者一個分支機構也好 不只是一個價錢問題 現在呢 是沒有辦法可以即時可以找得快 這樣的地 住宅的租金櫃 樓價櫃 我們就不容易吸引到 外邊的人才進來香港 我們沒有寫字樓 寫字樓租金櫃 我們就不能夠容易去吸引亞投行 來到香港設立一個總部 或者一個機構 因此所有這些對香港爭取亞投行業務 不利的地方 我們的社會秩序 我們的法治意識 佔中這類問題 我們要處理好 我們的強項當然也要突出 總的來說就是 我們要揚長避短 我們要催急避兇 這些工作都希望全社會 能夠配合特區政府一起做 佔中這類這樣的行為 對香港不單止我們自己內部的工作和生活 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是有一定的影響 謝偉俊議員 主席當然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優勢 有它的缺點 但是相比譬如上海、深圳 他們無論是交投量、市益率 都比香港高很多倍的 如果我們不找這個出路 恐怕我們香港很快就吃不到這個老本 面對剛才你所說的困難 究竟特區政府有什麼具體的措施和辦法 起碼任來爭取到一些進步 是我們overcome 可以改變了 或者克服了我們一些壞的印象 但是向國家 面對他們現在這麼大的困難 我們可以做多些事情 我們香港是有一個出名的帆船 有風的時候我們應該洗你的 或者用回我們光耀的比例 香港是一個很機動的一隻快艇 在中國的母艦旁邊可以隨時突圍 幫助母艦護航 幫助母艦找方向 也都是避免跟母艦直接衝擊的 這方面我希望特首你能夠更加確認 確實地講一些具體措施 而不要拿一些理由出來說我們做不到的地方 主席多謝謝惠鑫議員的意見 我們一定會本注這個精神去做 我們陽帆出海 和國家一起走出去 這個十分重要 對香港來說重要 對國家重要 我們陽帆出海 但也都希望社會上不要有人無風起浪 本來我們一帆風順的 無風起浪 對整個香港社會都不好 阿投行這個問題和相關的一帶一路 我們十分重視 在這裡趁這個機會和大家也都報告一下 因為兩件事是相關的 一帶一路這個重要的一個戰略構思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 和中央不斷溝通 而我們在香港內部 上個星期五 我們的插發會開了一個會 一個擴大會議 也都請了經濟發展委員會 和香港原來地經濟合作諮詢委員會 一起參加大概五六十人的一個會議 我們有五個局的局長 五個局的四個局長 一個局的副局長 來了也都參加會議 下去我們一定會大陸推動 在中央的層面 事實上阿投行這個構思 未在公眾的視線當中 我本人已經和中央有關部門的部長 想當面談這件事 爭取我們在阿投行的設置過程 和營運當中 擺放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所以多謝謝偉俊議員的意見 我們下去一定會繼續做好我們的爭取工作 按照我們一貫做法 我們會比提問次數 過去提問次數 比較少的議員優先提問 所以已經只是提問了兩次的議員 如果你要求提問 請你盡快按下 要求發言的按鈕 跟著石禮謙議員 謝謝主席 特首 剛才你在發言中的時候 說出香港現在經濟面對的挑戰和困難 在這個困難之中 我們怎麼找出新的機會呢 我看到你在上任的時候 提出創新及科技發展局的 這個帶出我們走的新路 不只是幫蘇局長可以給多些時間去外遊 拿多些生意 是這個局一拖就拖了三年 你剛才都跟非反對派的議員 都要求他們通過通過通過 但是你跟復復長說話是沒有用的 或者可不可以給你這個機會呢 特首去講一講 我們挺了這三年 在經濟上的損失 在科技機會的損失 和在創新的損失 是多大 從一個經濟角度去看 從一個就業的角度去看 如果我們要挺多三年 我們是不是一條走了一條末路呢 一個創新科技局 變了創入了創商局裡面 或者這樣你給了這個機會 讓他們把我們下個禮拜會投票的時候 他們深入了解到 不是因為你想要 是因為社會需要 謝議員請你給彭政長官答 主席多謝 首先呢 我們過去都很多次講過 我們想成立一個創新及科技局 使得我們有一個獨立的局 可以去專注創新及科技的問題 而不是將有關的已有的部門 將它在一個相當大的 而且它的職業範圍相當廣闊的 商務及經濟局裡面 這個構思呢 不只是一個經濟舉措來的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濟部分 創新及科技都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部門 也都可以支援我們其他經濟部門的更好發展 它除了經濟活動之外 創新及科技 它可以令到香港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更加舒適更加安全 譬如我們現在進入老年社會 我們怎樣可以用科技 可以令到老人家 尤其是獨居老人 用科技 令到它可以得到更加好的醫療照顧 或者出現一些緊急的情況下 可以儘快聯絡到醫療機構和家人 這些都是科技 但也不是那麼尖端的科技 但我需要人去想這些工作 大概一個禮拜前 有兩間巴士公司宣佈 他們有大批的路線 他們通過一些手機應用程式 就可以讓市民查到巴士時間表 巴士路線到站的時間等等 這就是令廣大市民的出行更加方便 所以對不起 社議員比較詳細一點 講講這個不是經濟 它是經濟大力 也是一個民生的設置 我們失去了什麼呢 有些事情我們是知道的 一就是我們商務護及經濟局 它負責的工作十分十分多 我們對外的所有的經濟辦事處 我們對外的所有的談判 包括我們的雙重課稅方面的談判 我們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我們現在就和東盟的十個國家單獨一個一個談判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我希望有了一個創新的科技局之後 商務及經濟局可以更加專注去做這些工作 創新的科技局成立了之後 我們有很多方面的事要去追 剛才我說過兩方面 一個方面是經濟 另一方面是民生 科技一日千里 三年是很長時間來的 我們沒有一個專門的局去負責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失去了的機會 多不勝數 事實上我們在創新的科技裏面 現在各個有關的部門、機構等等 其實不少的 科技員是一個 我們的生產力促進局是一個 我們應科局是一個等等 但是上面需要有人統籌他們的工作 因此具體的例子確實很多 但是也有些時候 如果用英文說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iss 你失去了機會 連那些機會本來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盡快通過這個局成立 大家看外邊的政府 很多政府都是專門的部門 負責推動創新及科技的工作 齊利卿議員 何俊賢議員 謝謝主席 前幾天我有一位姓盧的朋友 做了大腸的肆肉撤除手術 因為傷口流血不止 被留救護車就送去急症室 等了四個半小時都沒有人管 到最後有人管 是因為他在那裡暈倒了送進去 又是有些市民向我們反映 他的身體,醫生告訴他身體有些問題 他照一照,等兩年 有個婆婆白內障 又要他兩年之後才做到手術 每一天我們在佳政的淪後時間 亦都非常之長 這些情況比比佳時 這個問題呢 亦都是反映了政府在資源的投放 和分配方面呢 是不盡完善的 亦都反映了在公私營的協助計劃裡面呢 推廣了美國快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呢 這個先導計劃 或者公私營協助計劃呢 是某個程度上可以減輕 公營醫療服務的負擔 亦可以減少病人的淪後時間 好像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助計劃 無論是參與醫生和病人呢 參與都超出了預期 亦都獲得一個比較良好的效果 不過呢近期呢 當局想推這個大腸癌的西檢先導計劃呢 就流了標 那始終呢 推動這一種的公私營協助計劃呢 是政府必須要承擔的 那我想問問特區政府 問問行政長官 會不會在資源上作出一些配合 讓試驗成功的公私營協助計劃 盡快能夠推廣到全港十八區 或者特區政府特首 如果對著我剛才所提出的一些例子 作出一些回應呢 香港市民都是非常之歡迎的 多謝主席 主席我們受分重視的公私營協助計劃 我們現在新階段擴展到醫管 從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助計劃呢 我們準備推廣到十八區 事實上呢我們要用好我們公私營醫療系統有的共同資源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也都隨著大家對健康的意識提高 因此呢我們的公營醫療系統呢 受到的壓力下那個服務的需求呢 是不斷增加的 在這方面呢我們 事實上已經投放了不少的資源 我相信社會上也都感覺到有一些初步的成效 我在這裡呢也都可以向 何議員和其他立法會議員報告一下 譬如我們在醫管局增設了250張病床 增加這個手術質的截數 剛才講的內規鏡檢查名額呢 我們增加5300個 偶發性的疾病產證名額呢 我們增加了一共5萬5千個 在1617年度呢 將名額呢 增加到去7萬7千個 來應付這個有益增加的服務需求 在老人醫療方面呢 我們增設第四個關節支援中心 增設20個老人科的日間醫院名額等等 擴大醫管局的藥物名策 加強醫管局醫護人員的培訓等等 下去的工作呢 還有很多醫療是政府服務的 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領域 就資源來講呢 就財政資源來講 應該是一個主要的開支部門來的 郭卓人議員 不好意思啊 我相信剛才特首的答案呢 未必能夠令到香港市民 對於醫療的服務呢 將來呢 有一個非常之大的信心 因為你只是講了關於一些數字 我們過去譬如250張病床 藥策的增加 我希望特首再給多一點前景 你除了這些之外 向前的會怎樣去做 包括這些怎樣縮減輪候的時間 或者是怎樣令到幾個區域的一些公營醫療 包括好像剛剛照X光 或者是做一些白內障的情況呢 能夠舒緩到這些這樣的壓力 我希望你回答多一點點 多謝主席 那個主題是一致的 一個我們要用好公營和私營醫療系統 他們的共同資源 另一個呢 我相信就是何議員剛才的問題 裡面所講的 就是我們不同的醫院 我們網裡面的不同的醫院 他們之間如何協調好 他們的服務和平衡好 各個方面的需求 兩方面基本上都是管理工作 無論是公私營協作也好 或者是願意與醫院之間的協作也好 我們會重視這些問題繼續做好 暫時中議員 主席 特首 政府一方面說要提供免費幼兒教育 但另一方面又說要增加託兒服務 減輕雙職家長照料小孩的壓力 也可以釋放婦女的勞動力 但是免費幼兒教育的諮詢文件 卻只是提出以半日制為基礎的低標準的資助做法 無論從兒童發展的多元培育模式的角度 或者讓雙職的家長提供安心 讓小孩兒子的日託服務 這個角度來說 無論是從幼兒教育界人士的關心 還是雙職家長的需要 都要求政府 為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幼稚園提供資助 行政長官 就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家庭 同樣享有學費全面的安排 你要怎樣去考慮這個問題呢 林政長官 主席多謝譚耀宗議員的提問 推動免費幼兒園教育呢 不單止在香港是一個重大的舉措 這個是本屆特區政府在教育方面一個重要的舉措 在區內很多社會呢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都是領先的 我記得有一次 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李顯龍總理交談的時候 他對我們做免費幼稚園教育呢 他都覺得十分感興趣 新加坡還沒做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通過過去兩年的幼稚園教育 免費教育委員會他們的工作 我們現在已經大概知道那個方向 和一些比較具體的建議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推動免費幼稚園教育 用有限的資源能夠為及最多的小朋友 和他們的家長 所以委員會的建議經過兩年多的工作 也都進行三日研究 在兩個月前向教育局提交報告 他基本上提一些切實可行的一些建議 他的建議就是我們提供基本資助 這個資助應該涵蓋所有 所有三至六歲的合資格兒童 接受的半日制服務 全日制和長全制幼稚園 就獲得額外的資助 所以就這個委員會的建議來說 也都不是說只是眷顧半日制的幼稚園 完全不理這個全日制的幼稚園 提供額外資助就是鼓勵幼稚園提供更多的 全日服務配合我們的人口政策 正如剛才譚耀宗議員說 我們支援在職服務等等 建議的內容很多 但是回應譚議員的提問主要就是這一點 譚議員 主席我想再追問一下 既然特首你都這麼重視幼稚園的教育 現在長全日制和全日制方面 是有爭議性在 因為可能只是教育局去處理這個問題 都說不行 可能要政府有不同的局 一起去考慮這個問題 可能推動容易一些 特首你可不可以親自去關注這個問題 主席多謝譚耀宗議員這個建議 我和教育局長和我們其他有關的部門 都十分重視這件事 這個全日制的問題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希望能在短期內啟動幼稚園免費教育 而同時能夠為談最廣泛人數的 小朋友和他們的家長 因為全日制的學費比半日制高大概五、六成 委員會認為在半日制幼稚園服務以外的服務開支 應該由政府和家長共同承擔 因此建議全日制服務的資助水平 應該比半日制的資助額高大概25%到30% 剛才譚議員那個建議我們重視 我們會繼續跟進好有關的工作 答案會到這裡結束了 請議員留意 大約15分鐘之後 立法會是會復會的 行政長官現在先行離開會議 議員繼續保持縮靜 请你跟着这一分钟都继续守规矩 会议未曾结束 现在一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